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如此 弗拉迪沃斯托克对于中国大部分旅游者仍然是一片陌生地 滨海边江区对于中国旅游市场有巨大潜力的真正独特目的地 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对此起很大的作用 北京 大连 哈尔滨 上海 香港有直飞航班到弗拉迪沃斯托克 海上由大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只有70小时的航行 青岛67小时 上海65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 弗拉迪沃斯托克7月份起计划实行中国游客简便八天签证制度 弗拉迪沃斯托克本质可以拿以下三种概念来描述 自由 活泼 与文化融合 自城市成立以来 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民一直分享这些生活价值 弗拉迪沃斯托克是离中国最近的 且拥有许多文物的俄罗斯风格欧洲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保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俄罗斯帝国当时流行的欧峰建筑 大量苏联时代文物 并且吸收了现代俄罗斯文化的最佳表现 而且 文物也不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唯一的有趣方面 弗拉迪沃斯托克又是一场物美价廉的购物之地 这里除了世界著名品牌奢侈品 黄金 宝石 琥珀制的珠宝以外 俄罗斯产的绿色有机食品也很受中国来宾的欢迎 远东风味俄罗斯菜用的海鲜都是野生的而不是养殖的 美食旅游爱好者认为很值得一尝 野生海参 扇贝 大虾和帝王蟹的价格 以及它们的自然原味肯定会令你惊喜 而可别忘了品尝俄罗斯传统饭菜 像红菜汤 鱼子酱包馅煎饼 烤包子等等 如没尝到 那你的在俄用餐体验将是不完整的 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 必然要提到其美丽的风景 从邮轮甲板上自拍金角湾和金湾大桥是一种很难得的景色 登上城市顶点英朝山可以看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景秀的全景 其他值得一去的景点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要塞 在20世纪初的俄日战争 以及在随后世界一战起了重要防御作用 今日 作为博物馆 还有世界二战时代的潜水艇博物馆 可以进入游览 摸摸鱼雷 瞥瞥前望境 在船站步行距离内有弗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 又是世界最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 你的游轮进港时 俄罗斯民俗歌舞团为你安排迎接典礼 让城市来宾体验俄罗斯人传统的好客接待 除了名胜古迹 弗拉迪沃斯托克富有各种节日活动 老虎节 海军节 马林斯基国际戏剧会演 Pacific Meridian 太平洋子舞线电影节 爵士音乐节 俄罗斯岛大奖赛 滨海之轮第一 海边修行活动爱好者可享受两溪船 水上摩托车 翻停海湾游 而冬季不只可以亲眼看到大陆冰球协会大赛 而且还可以体验单板 双板滑雪 真如百文不如一见这句话的意思 弗拉迪沃斯托克总有奇妙 令人诧异的印象 所以弗拉迪沃斯托克正在等待中国游客前来 其思维为新的印象 新的感受而全部开放 其心情满有爱情和慷慨 欢迎各位前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